影片開始前 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OK 影片開始 Let's go 你好 你好 請問聽得到嗎 可以 來 亮 你好 來 阿安幾歲 哪裡人 25歲 徐州人 徐州啊 25歲 徐州的朋友 你好 然後我剛剛 雖然我在主板那邊看到了 不要讓我聊前面那個人 但是我寫了幾點 我覺得從我個人的角度 要不要出來講一下 什麼東西 首先我們家裡的 就是 首先就是那個 既的四點是絕育反人權 人民公僕也是人 囂張爬戶的實踐 以及當官犯罪 首先我個人是比較特殊的 我的家庭條件是相對 你是要回應那個阿娅奶奶是不是 對 首先 對 是這樣的 首先是我個人的家庭條件相對較好 所以說 算是收入中等偏盛吧 然後我的父親是犯罪的 我父親那一天 就是除了我父親的二姐 沒有就是已經移居美國了 然後他自己他弟弟以及我的大姑 就是他的大姐 全部都是違法犯過罪的 而且是正常進入監獄過的 入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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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我覺得我是有資格出來講一講 這個當官 就是犯罪之後 及這些親屬不可以 就是當官 這個 這個問題的 好 就是你 對於是你爸犯罪 那有沒有怎麼影響到你 你說說看 首先是這樣 公元考試 政審這一條 對於公檢法機關 我們是百分之百不能去的 什麼機關 公檢法 公 就是公安機關 檢察院和法院 哇靠 公機關 檢察院 法院 都不行啊 對 就是公安機關 檢察院和法院 哦 對 我當然 我也認為這個是合情合理 因為 因為 就是像我 像我這種人 我的生長環境 就像平民局 我們說的一樣 就是可能似乎在一個 那麼 會遵守法的環境吧 這個 確實是 我當然我自己認為 所以我自己是一個 遵守法的好公民啊 但是 可能我的長輩 確實不會這樣 嗯 所以我這樣也覺得 也是無口厚非 但是 但是 我的父親是沒有把人殺死 就是 這個 好吧 那我就說我的叔叔 是把人殺死過的 哦 然後如果是我的叔叔 這種情況的話 因為他把人殺死了 他的直系親屬就是他的兒子 或者女兒 是沒有辦法從事 不單單是公解法 包括像我們大陸這邊說的 體制內的問題 都不可以去做的 一般公務文員都不行 就對了 對 但是我的話 一般公 因為我 他不是我的直系親屬 再加上我父親沒有殺死過 只是 進去了一年多 好 而且我的父親 一年多啊 才一年多 一年多 你就對你就有這個影響 我覺得這個是 我當然覺得 這個也算是 後面講的時候 我會告訴你為什麼 好 沒有關係 我知道 但我要先釐清 你確定 如果直系的是 就是殺人犯 然後 就是所有公務機關都不能 不能從事的子女 不是所有的公務機關 是體制內的工作 就是 包括像剛剛說的 考公務員 是不可以的 那就是公務員 那是考試 就是 不能當公務員 有政審 對 需要政審的機構 基本上 你是沒有辦法通過的 就是不能當公務員 如果是直系親屬 殺死過人的話 如果 如果直系親屬 殺死過人 就不能當公務員 OK 但因為我 等一下 那有沒有那個罪 有沒有說罪 就是重到什麼程度 有怎麼樣子 那如果是無期徒刑 無期徒刑 無期徒刑呢 我叔叔是 沒有生我之前進去的 我12歲出來的 你自己算吧 所以他也是有期徒刑 但是他是 OK好 好 重罪 對 屬於相對叫重的罪 如果犯重罪 對是犯重罪 就無法當公務員 對 好 然後我自己的話 我受到的影響 就是公檢法 不可以 好 對 需要正審的 就是 凡事需要正審的 但是像事業單分的話 是可以 比如像國企啊 這些企業是可以的 嗯 OK 然後這個 你是可以進國企的啦 對對對 已經 因為我今天影響 也已經開始找工作了 OK 然後關於是這個囂張跋扈的人 這一點 我覺得我個人也有一點 也可以去講一講 因為 我的母親 啊 犯罪是家 也不能叫犯罪是家 就是 這個時代嘛 你反正出來做生意的人 或多或少 就這麼說吧 把他們抓起來先槍斃再審判 沒有一個冤甲村 嗯 什麼東西 就是這樣 你再說一次 先槍斃再審判 沒有一個冤甲村 誰先槍斃的 你想清楚一點好不好 就是 改革開放之後 就是 呃 90年代 到21世紀初 或者說 08年之前 的那些人 做生意的 做大生意的 不能叫 大 就是 你做 百萬 那個時候 能做百萬元人民幣以上 到 的 先槍斃再審判 沒有一個冤甲村 什麼叫做做百萬元生意的 先槍斃再審判 我聽不太懂 做生意的要被槍斃嗎 沒道理啊 不是 是因為 啊 就 這個 沒有追蹤 不會查識別到 真人的身份信息吧 我覺得 不會啊 這是Discord 那我就說一下吧 就是 就是 就是我們家 包括我從小 就是 找的稅全部都是偷的 偷稅漏稅的 發票都是 OK OK 發票全部都是就是 逃漏稅啦 移民在哪 就是 對 逃漏稅 然後呢 然後 然後就算是真的發票 真正的稅票也是 想想辦法找關係開的 OK OK好 我知道 然後呢 因為那個時代 大家都 就是大家都這樣 我聽過 我聽過 你不這樣做的話 就是沒有辦法 對 你生意就成本高了 然後呢 你說 所以說我認為 在這個囂張跋扈這些人類 我認識很多囂張跋扈的人 就是 你看我這個環境 囂張跋扈是 你是指誰 是做生意的 還是公務員 還是誰 就比如說 我有一個初中同學 他上高中的時候 一棍 把人家 用一個甩棍 把人家天零罐給敲開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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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年以前 是不是 不是啊 他是 我們是 他是15年幹的這個 15年還幹這事 OK 所以我 那個時候其實環境相對好 等到19年之後 基本上就沒有了 對 然後就是這樣 你是說 囂張跋扈就是地痞流氓 很囂張那種 對對對 就可以這麼理解 但是 地痞 真正有實力的人 其實一般不會很囂張跋扈的 而且真正有實力的人 他們 對自己的孩子 包括 我媽原來年輕婚社會的時候 認識的人 到了我高中 然後我們又是同學 然後我們其實是 都不會去校長跋扈 就是 恰恰相反 我們兩個人就是 一個比一個級別 您知道嗎 就是他家裡屬於 就是 屬於特別 現在已經是屬於巨富級別了 這個上就是 OK 過億的 我們家反正 不太好 但是 可能相對較好 然後 你現在有一份 比較正當的工作了 是不是 沒有我現在還是學生 OK 好 但是 你未來有 有想過要做什麼工作嗎 我未來想的就是 要麼在國外 因為我現在在法國 我要麼在國外 任博士 如果我 我覺得自己的水平不夠的話 我回國做一個普通工作 做幾年之後 就是 接受家裡的生意 接受家裡是什麼 就跟著媽媽做生意 OK 你家現在還是在做生意 合法的吧 現在 現在大概是和平合法 現在 不可能要非法的 好 非法的 我就已經做不下去了 好 你家也是 早就已經做不下去了 你家也是 很傳奇的故事 好好 來 因為那個年代 都這樣 所以說 真正囂張把護的人 不會去 真正有實力的人 往往不是會囂張把護的人 對 往往是沒有實力的人 才會囂張把護 當然也不乏有那種 就是像 又有實力又囂張的 那個就很頭痛 對 但是那樣的原因 包括從我的同學來說 他們長大之後都變了 因為說實話 就是現在中國 你如果特別有錢的話 特別是像我們徐州 也是一個二線城市 有錢人其實是 大家都住的 就是在那幾個小區都會有房子 然後你走著走著 就會是鄰居 又是鄰居 差不多就是這樣 所以說 包括像我小時候一個 還算可以的一個同學 他從來都 也不學習 也是調皮導彈 也是欺負同學 他到現在之後 自己經的生意也很好 也是完全合理合法 也不會說去七男霸雨 七航霸式 也沒有這樣的 所以說我認為 就是至少我所在的城市 他社會的變化很大 特別是掃黑除二的力度之後 基本上就是那些黑二師弟 曾經黑二師弟 全部都被抓起來了 掃黑除二就是習大大上台的 之後的這個 所以我特別佩服習大大 就是他的這個掃黑除二的師弟 真的很棒 然後我看評論區 有人說什麼被迫進行家業 我們家現在做的生意就是非常小啊 就是很辛苦 然後也確實能賺到錢啊 但是很辛苦啊 就是因為我們家之前 做了一些事情 所以說 屬於家道中落 對吧 也沒有太多 然後我想說關於人民公譜 他說那個絕育那個 我有點不太能忍 就是首先人民公譜太是人 他也有人權呢 你絕育的沒有人權啊 他那個是媽的暴論而已 我也不同意啊 真要搞這種政策 立法就好了嘛 對啊 我覺得這跟法律斯有什麼區別嘛 是啊 對吧 所以說 基本上就是這樣 然後關於 差不多就是這些了 硝牆巴乎的人 然後就是這些 然後我想說一說 社會環境的變化可以嗎 就是我們城市 我不希望大家今天聽到我說 然後就這樣 也不 我其實認為你們開的玩笑 一點都不好笑 什麼復興黑道什麼的 我個人 你不用管網友啦 網友他隨便噴 他們可能生活不順利 他們只是想發洩 來你說 我個人是我懶男帶大的 我從小到大 我家裡的人都告訴我一件事 好好學習 包小祖父 將來長大了 要成為一個對國家 對社會有用的人 所以我真的是 我了解這些事情 也不是家裡人故意報訴我 就是正好可能 有的時候是遇到 比如說我媽去找稅票的時候 她正好開始說帶著我去 那你帶著我去 那我怎麼會不知道 我問你去幹嘛 你告訴我去拿稅票 那我去工地 那有一些事情 那我正好看到我見到 我只是說出來而已 我是一個遵紀守法的好公民首先 其次我小時候的生活環境 因為我們生活在北區 如果你到底有徐州人的話 應該會知道我們北區的環境非常糟糕 有很多的低脾混混 我初中的時候還有那種什麼 強姦用語的 還有揣著刀出門的 包括哪怕我的學校 我的高中是徐州最好的高中 徐州一中 不要講太多個人訊息 我們每年這麼多清華北大 照樣有人在走廊裡面 拿著蝴蝶刀在那刷 所以說 但是我想說的是 我們那個年代會有 我們的下一代就不會有了 我真的希望大家不要一直就是說 我們怎麼怎麼樣一直不好 也不要因為我這麼說了 就覺得許多這個城市壞 或者是怎麼樣 我們在改變 我們變化非常大 現在不會再有人 像我曾經的同學那樣 就是他的夢想 就是成為一個混混頭子 也不會再有人出去說 我就是要在這裡混社會 我真的很希望 大家不要把我今天說的 當做一個就是 Bearing mind 就是這樣 OK 好 非常謝謝這個 我該怎麼稱呼你呢 這位徐州的這個朋友 好 謝謝你分享這個很奇特的經歷 好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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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祝你未來這個前途是盡 好 拜拜 好的好的 好 再見 好 來 下一位 驚喜 現在是工商時間 我要跟各位朋友推薦 我的YouTube頻道 現在已經開了一個新的會員等級 叫做白金會員 那白金會員有什麼福利呢 加入白金會員 可以不定期的看到我推出的私房影片 以及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組 成為高級成員喔 那至於私房影片是什麼 高級成員有什麼福利 你加入就知道了 還不加入 還不加入還不加入 趕快加入